陳菊帶了很多的監察委員 他去巡查行政院 照理說他本來應該去查說 我們行政體系 到底有哪些違法亂記的事情 但是沒有想到 這一場會面裡面 陳菊是極力的吹捧蘇貞昌 從糾察隊變成了啦啦隊 兩個互動過程是非常期盼 先來看一下昨天的過程 有宴部之間必須溝通協調密切合作 同時要監督 一個說是這個亂世中的福利 一個還稱讚說有政府會做事 但是這樣的互動也就算了 沒想到他們率隊裡面的監委 居然要去查 馬英九十一年成立就案 監委這樣都對嗎 這真的讓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不是這樣五權分立嗎 監察院你的責任是幹嘛 你不是要去糾局 要去監督行政院了 結果你現在第一句 你知道我聽到陳菊講第一句 有政府會做事我就昏了 你不是來做大內宣的嗎 所以我覺得監委 監察院乾脆廢掉 因為很會做事嘛 對啊 因為如果 你看我們行政院跟監察院 一定能夠攜手努力 攜手努力幹嘛 湮滅證據 還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你是要負責去監督他的 結果你跟他攜手努力 那你監督什麼 其實照你說 我覺得他應該去 然後問蘇貞昌說 你信工那個怎麼回事啊 對啊 你皇家那個怎麼回事啊 都沒有 結果你去說他稱讚他 一路的稱讚他 行政院這一年來 做了多少奇奇怪怪的事情 監委應該是問他說 你們這些案子 是不是要給我一個交代啊 你們到底那個中央圖房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用有多少預算 用有多少人 結果都不去查 就跟我們講這些543的 我真的是 我覺得監察院 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那當然現在蘇貞昌 面臨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因為在民調上 他已經呈現死亡交叉 這是美麗島電子報 他滿意46.8 不滿意49.3 已經不滿意超過滿意了 不過這不是第一次死亡交叉 在TVBS的時候 就已經死亡過一次了 是 那這個就是 有兩個民調證實 看起來好像是更趨向於 真正的死亡交叉了 那他昨天好像有一點 為自己抱不平 有一點痠 因為他說 在全世界疫情嚴峻之際 台灣人民可以正常生活 兩院可以一起開會 你們不是衛福部什麼 不是天天都在開會 開會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嗎 然後台灣真的是 亂世中的福利 在總統領導下同舟一命 讓全世界肯定 好 這個不管怎麼樣 這個是就是 隨他講 對 隨便他講 反正歌功頌德一下 可是下面這一段就很怪 他說 我當初行政院下令不能出口口罩 我就被罵口罐 我就被說沒有人性 好委屈 好像說 整個責任都我在扛 而且他還有一句話 他說我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是 可是我一直講 對啊 我只是三不五十要提出來一下 我不在乎 但是我一直講 是 我覺得 其實我告訴院長好不好 其實你被罵口罐 被罵沒有人性的時候 幫你轉移了一個大方向 當時整個樓都歪了 全部去討論這些 狗罐跟沒有人性的事情 可能那時候大家會罵說 我們口罩就是爛七八糟了 還好這個范范有出來講這個 結果焦點轉移到范范身上 是 其實你要感謝他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對你滿好的一件事情 不過他今天有出來 最新的解釋 對 他說行政院長這個工作 是非常吃重 又是高耗損的位置 在蔡總統領導下 我們會繼續努力 你還特別強調高耗損 他是針對這個民調 是 他說不是我做得爛 是真的兩年耗損太多了 但是我也必須講 你已經是做了最久的行政院長 你已經做了兩年了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 是告訴蔡總統說 其實我說得不錯 死亡交叉不算什麼 我要繼續在這個位置上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當然現在有一個 很奇怪的案子 就是王美玉監委他說 監察院調查石木卿案子 石木卿是誰呢 前工程會的委員長 他發現他有違法之外 行政院所屬檢調警高階人員 涉嫌在翁茂中 用於百利銀行的五件訴訟官司中 與其來往密切給予協助 那這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石木卿這一個工程會的委員長 因為翁茂中是他朋友 他不但給他法律意見 甚至還跟他買股票 那這個中間會不會有圖利 其他相關的行為 公務員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一件事情 結果這個案子出來的時候 監委說要查 蘇貞中說這個要查... 而且不是你查而已 他也要查 他怎麼查 石木卿是內行人的萬法行為 所以行政院一定徹查 向人民交代 所以他要怎麼查呢 要求法務部提供翁茂中的筆記本 我要親自看一下 哪些人涉及本案 蘇貞昌要辦成法務部長 蘇貞昌 你現在是 忘記你是行政院長 你不是律師的 你要看這個案子幹什麼 而且我說真的 你今天行政院長有任何職務 難道你對哪一個案子有興趣 或哪個公務員有什麼問題 你就要去看他的案子 或是看相關案件的證物嗎 你有這個權利嗎 然後你知道他們現在解釋喔 而且我覺得我聽起來 是 因為他說行政院所屬的 檢調警高階人員 全部很多人涉案 蘇貞昌感覺一搭一搭說 這個不只我要看一下 看有哪些人涉案 他們整理怎麼樣 是 那我就想說 這一些所謂的檢調警高階人員 是不是就覺得說 我是已經心裡要開始害怕 要恐懼 因為這個很像什麼你知道 很像翁茂中這個人 寫了一本百官行訴 你們所有的把柄都在我手上 那假設之後 你被蘇貞昌拿去 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些人 如果不聽我的話 你們一個一個都要完蛋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我自己還想要 另外一種意思你知道 就是搞不好裡頭有一些 是他的人啊 那我先一步拿到這個筆記 這個案子就被我掩蓋掉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不管是哪個意思 你是行政院長 你根本不能看 他們現在還解釋說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筆錄已經做完了 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證物可以看 錯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的講法 為什麼 因為行政院所屬檢調警高階人員 這個案子是不是還在辦 因為他涉嫌而已 他們也定罪喔 所以這個案子是不是還在申辦 然後警政署兩位高階警官 劉伯良 高雄市警察局長 周宥偉 警政署警政委員 這兩個高官也涉嫌 那這案子是不是都還在申辦中 申辦中的案子的證物 你可以隨便拿去看 你是什麼資格 你是特徵組的長官嗎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無理頭 那我譬如講 蘇貞昌你如果看了 我看你搞不好也要吃上官司 那我也譬如講 今天就是院會實在太無聊了 你看這兩個人談得這麼高興 就有一個人 我們的大鴻部長 就直接睡著了 太不給面子了 是 所以我說真的 你們還是幹點時事吧 不要每天想著陰謀算計 好 跟著花媽一起去的間尾 有一個叫林溫成的 他昨天突然提到一個案子 他說他調查11年前 2009年的時候 當時馬總統他派這個葉晉川 去參加WHA 是用中華台北的名譯 他認為這樣是矮化了台灣的主權 他認為是賣台的行為 可是蔡英文上任之後 中華台北 以前你說賣台 後來用中華台北說是愛台 護台 先來聽一下 2009年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是怎麼罵葉晉川的 民進黨不會說 派了政府官員去到那邊 連一個字都不敢坑 任由世界衛生組織 把台灣的八個港口 八個港口就是在你們的時候 被列進去的 我們的食物被列進去 是因為那個時候 中國跟世界衛生組織簽了MOU 就是你們讓他簽 你道不道歉 不道歉 不道歉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對不對 你沒有對不起他對不對 對不起他 你的傲慢 看你還要傲慢到是不是 你比我傲慢 好 2009年的時候民進黨 把這個中華台北 講得是臭不可聞 可是2016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小英也派了人去參加WHA 那個時候就把WHA 奉為是一個至上的法寶 來聽一下總統當時怎麼說 從有沒有收到邀請函 到能否順理成行 都是一個又一個 需要突破的挑戰 但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不僅順理成行 稱謂上也沒有被矮化 難怪國民黨要說這是雙標黨 我跟你講這件也不是雙標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這個林文成 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想法你知道 這整件事情充滿了荒謬 編劇還有擁有權力的傲慢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林文成他的說法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中國大陸2005年 跟WHA又簽署了一個秘密備忘錄 這個裡面說要以中國台灣為名稱 如果用這個名稱的時候 就是嚴重傷害台灣主權公共國家利益 可是後來又不是中華台北嗎 對 所以他就從這個出發你知道嗎 他說你馬政府時期 你後來用中華台北做名譯 還有觀察員身份去參加WHA 所以我懷疑 你跟對岸有秘密協定 你可能犧牲了台灣主權 所以我要查 你懷疑可以當飯吃嗎 你懷疑可以當證據嗎 他甚至還講什麼你知道 他說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 有可能做這件事情 資料拿出來看一下 所以我就講就是我為什麼講說 這裡面充滿了很多的意測跟 所謂想像空間 甚至是充滿權力的傲慢 你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今天在過去的時間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細數給大家聽 民進黨指證時期 也都用這個名稱 我覺得林文成最扯的是 因為他自己都說 中國跟簽了MOU 是要用中國台灣 可是後來我們參加中華台北 所以他根本就睜眼睛說下話 就是人家就罵他眼盲 心盲 加上文盲 他的邏輯是說 你不用中國台灣 但是你跟中國大陸 私下達成些 你用更低的階層 你用台北 台北是地方 所以你這樣子 更加矮話 換取中國大陸不去抵制你 可是我講實話 你現在很多人就一直質疑 講說你林文成 現在是怎樣 你沒事找這些 我跟你講監察院去行政院 你要刁的是行政院 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你去找這個OK 你找以前也沒有關係 你有本事你就立案調查 可是大家一搭一唱 現在開始國民黨就質疑講說 你林文成是不是在報仇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林文成在2006年的時候 曾經擔任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 這個基金會 其實我以前跑新聞的時候跑過 他藍綠通通都有在這裡面 也不是一定非哪一個政黨 但某種程度來講 執政黨他本來在這個基金會上面 就擁有比較大的主導權 結果08年的時候 不是政黨人替嗎 後來林文成其實在2010年的時候 卸下這個職務 卸下這個職務的時候 其實你看 政黨輪跡之後 其實有兩年的時間 其實沒有換他 結果換下來的時候 當時林文成 就一直有到處去講 就是說就是馬英九在迫害我 我說真的 我遭這個新聞這麼多年 本來執行長就能換來換去 你知道嗎 結果國民黨繼續質疑 質疑是講說 你是不是因為這樣 抓到這個機會 可是我們講實話 你有沒有個人意願是一回事 你現在在中華台北的 這個名義上面 好 你剛剛提到說 09年的那件事情 09年的時候 其實還有包含很多 台灣留學生 那個很有名 黃海霖那時候 一大堆人去跟他嗆 他說你怎麼可以來 你為什麼要賣台 你用這個名稱或怎樣 甚至蔡英文當時 在做民進黨黨主席 疊在這裡 陳建人 我跟妳講 現在重點要過來 你知道嗎 這時候跑過來的時候 他們發現到說不對 劍欣傳被罵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叫陳建人 也沒現在去質疑他 你要不要現在去質疑一下 你們的前副總統 出來幫忙講句話 對啊 你是不是也是出賣主權 而且你還幫出賣主權背書 而且賴清德當時 甚至把沙祖康拿出來講 沙祖康當時是 中國大陸駐WHO的代表 那時候被人家問他說 犧牲台灣人民權益的時候 他居然講說誰理你 結果賴清德那時候還出來罵 他現在是副總統 他說你看我們用矮化的方式 是比人家還要惡劣 對台灣人民更糟 那我們回來看 2016年的時候 你們民進黨派人去參加的時候 說真的 現在民進黨的說法都是這樣 我們想盡辦法要參加國際組織 只要不被矮化 只要能夠對等我們都參加 名稱不重要 但是你看林宗妍當時 在WHO演講的時候 也說是中華台北 還有才有剛剛那一段 你們這些人通通都覺得 無所謂APEC當時 後來2020年的時候 張忠謀出席的時候 一樣是中華台北 民進黨都覺得 能參加國際盛會的時候 用名稱都不會被矮化 你現在這個監委跳出來 現在講說不對 你們是有出賣是怎樣 到底有參加的 還有現在進行事 要不要全部查 好 想請教委員一下 你怎麼看幾年前 中華台北是一個罪名 說這個賣台 可是現在用到中華台北 就好像好棒棒是護台 對 大家都說民進黨是雙標黨 雙標黨 我一直覺得民進黨 其實也不是 他就永遠只有一個標準 只要他用都是對的 別人用都是賣台 他唯一的標準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中華台北 這幾個是從08年 是一個被打壓的產物 到09年是上權入國 到二零一六年是勉強接受 到二零一六年參議員又說 沒有壞話 到了二零二年現在叫做成功爭取 整個整個這樣脈絡一億冠資 就是只要他們用的都是沒有錯的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這位監委 到底在上任前有沒有 大概有沒有去瞭解監察委員的職責 是什麼監察委員的職責 監察委員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時候大家事實上反對很厲害 就對很多監委這樣提名的這個不適任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反對去 今年七月的時候反對很厲害 監察委員就是古代的御史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是要幫人民發聲 對於政府 人民對政府不公不義的事情 因為透過正常的選序 可能就沒有辦法得到這個冤區的疏解 所以我們常看到很多監委 要去巡視地方 有什麼冤區你們就來跟監委講 跟監委講監委就會反應 然後就是深入調查每個案子 像以前監察委員調查很多案子 都是很深入的 那這個監委這個正式不辦 你看我們看到監察院院長 他應該去行政院 他應該做的是什麼 前一陣子最有名的是什麼 丁怡銘的這個扭肉麵 接著小編治國還有統一編號 統編之亂 行政院統編 零三七四二四零三 大家都還會背 那接著後來蘇貞昌用了行政院統編 又買了什麼圖書 用三倍券 監委實施如果真的應該做 應該去查一查 這個行政院的特別費 是怎麼用的 來讓大家知道 如果行政院用得很好 對不對 讓大家可以放心 對不對 就等於說他其實應該是監督 現在的行政團 如果用得不好 你告訴我們他哪裡用得不好 他現在有沒有很像 拿清朝的劍 要去砍明朝的官 對 這個是 回頭去調查馬英文 蔡英文也做一樣的事情 監委是幫民眾了解政府 有沒有什麼做不對的地方 那這個怎麼會在做這個 好像在打擊政敵 我覺得這個太離譜了 再過三天就要吞萊豬了 不過現在台美的貿易 沒有任何的新的進展 倒是現在拜登要就職了 我們連門票都拿不到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拜拜